吉安湘也是出事就清洁队开工了 早上8点全员准备就绪 由乡长游淑珍信心喊话精神未免 同时麦当劳花莲店也一样送来了热腾腾的元气早餐 希望队友们能够精神饱满完成使命 出事早上8点钟 吉安湘清洁队全员准备就绪 在乡长游淑珍信心喊话下正式开工 希望我们的家务垃圾的分类更落实 把我们的资源变黄金 把我们的厨余不再当垃圾丢掉 让我们可以做好整个亲近家园的工作 乡长游淑珍一一发送了开工红包 还有盛南宫的开育福袋 而麦当劳花莲店也连续第三年 送来热腾腾的元气早餐 感谢队友们的辛劳 也希望队友们能够精神饱满 完成开工日兼具的重要任务 谢谢我们基层的工作人员 一大早就来到现场 准备叙事待发 把我们年节所有的垃圾 要来亲印完整 谢谢麦当劳一大早 就来关心带来活力满满的早餐 给我们清洁队更多的鼓励 当然我们希望今年新年的开始 能够把吉安香所有的清洁垃圾 都能够每一天健全完成来做圆满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们 未来的每一天 持续帮我们的垃圾准备好 分类做好 清洁队长白亿民预估开工日的 总清运量会超过百顿 2月5号星期六休息 2月6号开始恢复正常的夜间清运 也呼吁民众配合垃圾减量和分类 共同维护亲近家园 兵分吉安 祝事开工 谢谢麦当劳 耶 记者刘明胜吉安香报道